第625章,江湖在心中,这一刻,春秋这位妖族仿佛成了主角。春秋枯荣,混沌即灭。时光之力也在岁月之上蔓延,李浩只是勾连四方,为春秋持续输入混沌之力,让春秋继续强大下去。空间震荡,时光流逝。对面,天方却是欣喜若狂,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。 这就是我要的绝对平衡。时空交错,只要持续碰撞下去,他相信一定可以制造出绝对时空。一定可以的。空间无形,时光无形。可这一刻,两股力量不断交错,不断碰撞,却是仿佛发生了什么变化。整个混沌仿佛在他们眼前消失了,时空对撞之下,春秋和天方仿佛都进入了另外一个领域。安静无别,天方愈发狂血。就是这样,这只是开始。 他相信,一旦到了极致,一定可以持续开辟出无垠空间,开辟无垠时间之地。那就是他追逐的目标。可很快,他微微皱眉。体内,空间之力,持续爆发,可对面的春秋,好像有些难受,时光的力量,好像有些被削弱了。 春秋!不,李浩!天方忽然咆哮一声,你来主导。春秋根本未曾修炼过时光,枯荣之道,也非时光之道。他根本无法发挥出真正的时光强大之处。 你来!他仿佛有些疯狂了,他感受到了春秋的力量,时光的力量,在慢慢变弱。原本出现的绝对时空,哪怕只是一个影子,他也看到了希望。 可此刻,这绝对静止的时空,仿佛正在溃散。原本消失不见的混沌,仿佛再次出现了。他看到了黑豹,看到了远处的元朔,看到了许多许多的世界。 这不应该,一切都不该如此。也许,只有李浩执掌才能和他真正一战,发挥出时光的威力和空间碰撞,创造出绝对时空。 天方不甘心,怒吼一声,李浩!此刻的他,再也不负之前的平静。 他的空间之力越来越强,仿佛要跳出这天地之间,愈加疯狂。 我一直等你们,等来的只是春秋吗?春秋其实也很无辜,对方,看不起他。 觉得他操控时光,远不如李浩,此刻,根本无法达到他想要的结果。 可这,他真的尽力了。这一刻,春秋四周,仿佛有万地环绕。 其中,李浩也在其中。人王,羽黄,李浩,三人分立三方,控制万地之力,控制时光之力,不断输入春秋体内,让春秋得以持续熬战下去。 李浩并不出声,此刻的他,只是在看着,看着那渐渐衰弱的时光之力。 一开始,时光之力的确很强。 可此刻,哪怕他,也有些无力,不是他故意为之,而是时光,的确在衰弱。 李浩没心处,再次浮现时光星辰,一股时光之力,再次涌现出来。 此刻,时光仿佛错乱了一般。 李浩眼中,浮现出一些画面,一些场景,仿佛看到了许多人,看到了很多年前的战,看到了新武时代。 看到了迎月,看到了万箭。 碰撞还在继续。 宛如两团火光,在无尽虚空,不断碰撞。 天方说什么,他压根没在意。 此刻的李浩,仿佛置身事外,思索着什么,忽然通过时光通道,传音而出。 人王,在你眼中,时光到底是什么? 嗯? 人王正在输出能量,听闻此言,微微一正。 他也好,李浩也好,苏语也好。 三人,虽然都算同缘,可彼此之间,几乎没有交流过,各自对大道的感知,对时光,一般也是避而不谈。 此刻,听到李浩,在这关头,忽然问自己,时光是什么? 一下子,人王有些失神。 许久,才道,时光,是生活。 李浩愣了一下。 人王仿佛在回忆什么? 笑了,脸上浮现出一些和往日不同的笑容。 在我看来,时光就是生活,就是人生的诡计,就是生老病死,就是娶妻生子,就是好好学习,就是家庭和睦,就是幸福美满。 这一刻,万帝其实都在聆听。 此刻,都有些失神。 他们眼中的人王,霸道无比,猖狂无比,嚣张无比。 此刻,人王却是说,他眼中的时光,只是这些,生活琐碎,凡尘小事。 人王又感慨一声,时光就是这些,有个淘气的妹妹,有爱你的父母,有宠你的师长,有玩得来的朋友,有一起奋斗的伙伴,这就是时光。 他记录了我的成长,记录了我的成功,我的失败,最终,烙印在我的记忆里,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,直到死去。 李浩沉默不语,过了一会,又问,苏宇,你觉得时光是什么? 苏宇笑了,时光啊,是个讨厌的东西。 李浩沉笑,你在骂我?还是说,真这么觉得? 苏宇笑了一声,也没有表现出来的斯文,更没有自暴自弃的疯狂。 此刻,有些感慨,时光,也许是一块肉,红烧肉。 时光,可能是睡一觉,睡到自然醒。 时光,也许是一种文化的传承,文明的传承,它脑海中,也浮现出许多东西。 想到了父亲烧的红烧肉,忽然有些想吃了。 想到了击败魔艳之后,畅快地睡了一觉,真的很舒服。 他笑了,时光,是在击溃挫折之后,享受那片刻间的安详,安宁,自在。 说到这,反问,李浩,你眼中,时光又是什么? 李浩沉默,脑海中,浮现出许多东西。 时光是什么?在这有限的岁月里,到底有什么值得去留恋的事? 他想着这些,看向远处,那破碎的圆。 轻声道,也许,正如你们所言,时光其实应该是一种快乐。 我怀念我无知懵懂之时的岁月,我怀念,父母在时的轻松。 我怀念,和好友一起追逐打闹的岁月,也怀念五道小城时候的欣喜。 他并不怀念,强大后杀戮四方的时刻。 从强大开始,便是一条杀伐之路,从银月杀出,杀到了天星,杀出了四方,杀到了混沌宇宙。 从始至终,都在杀戮中度过。 有主动,也有被动。 随波逐流,无可奈何。 他想到了什么,忽然道,也许,时光,其实是一种平凡。 人亡,还记得站,或者说,站得投影,最后一刻,在做什么吗? 人亡一正,点头,记得,他回到了家乡,聆听了那遍地都存在的读书声。 之后,回到了家,躺下了,看书,随着读书声,走向了消失。 李昊轻叹,站死了,真正地死了。 这一刻,他确定了。 他其实一直有些不确定,今日,他确定了,回想当初看到的一切。 站,最后回归了平凡。 而站,是时光之道的鼻祖。 时光啊,站,其实从未抛弃,他找到了真正的时光道,不是吗? 在平凡中,渐渐消亡。 岁月,记忆,美好。 这一刻,他仿佛明白,为何自己此刻爆发出的时光之力,有些,渐渐衰弱感了。 他仿佛感知到了什么。 这,并非我的时光,也非站的,这也许只是站抛弃的,这不是属于他的时光。 这是道,大道,不是时光,时光不是如此。 而人王和苏宇,此刻,也在思考什么。 三人对视,此刻,无声交流着。 仿佛,在想着什么,也许,三人此刻,随着李浩的话语,都想到了什么。 唯有那春秋,还在一门心思地和天方熬战。 三人体内之力,也在不断削弱。 李浩吐了一口气。 二位,真正的时光,我想,大家都有些想法了吧。 人王笑了,其实,说句大言不惭的话,早些年,我就明白了。 当然,那时候,没有现在清晰罢了。 这些年下来,我早就看透了,看清了。 李浩,真正没看清的,也许只有你,也只有你,还在被时光束缚。 苏宇也笑道,我倒是不太懂,没人往前被会吹。 但是李浩的意思,我此刻倒是明白了一些。 李浩也不多说,思索一会,继续道。 这么说,时光其实一直都在身边,我之前有些感悟,但是并没有今日这么清晰。 所以,真正的时光,不是如此。 我想,铸造真正的时光,彻底击溃天方。 二位,愿意帮忙吗? 说吧,忽然又道。 是所有人,在场的,诸位帝尊,愿意帮忙吗? 众人一正,什么意思? 怎么帮忙? 李浩却是笑了,大家不用管春秋,不会死得那么快,咱们只管输出能量即可。 趁着春秋大战,咱们一起,竞逐天道场玩玩。 话出,众人惊呆了。 这是什么时候? 这是春秋和天方决战的时刻,这是大家命运的抉择点。 说啥呢? 李浩不管,此刻,一方天地,仿佛浮现在了春秋体内,一条条通道,浮现在大家眼前。 进来吧。 对了,能量不要带入了,就算带进来,也带少点,免得春秋道有被杀了,众人呆滞无比。 可此刻,人王和苏宇,先后进入,其他人见状,有些头疼。 可以想到这三位都不怕,咱们怕个锤子。 下一刻,一位为帝尊,灵性融入其中。 大道之力,倒是都留下了。 而春秋帝尊,此刻还在熬战天方,天方风魔一般,还在疯狂怒吼。 而春秋,也是头疼欲裂。 李浩! 怎么办?没人回应。 他再次在心中怒吼。 人王,你在吗? 苏宇,你在哪儿?死了吗? 他有些气急败坏了。 为何没人回应我? 他此刻,有些感知,灵性好像弱了许多。 但是,他实在是没时间,去仔细探查了。 大道之力,倒是持续不断输出,可他越战越是虚弱。 这么下去,他肯定会败的。 李浩,你这畜生,你怎么不回答我? 他心虚得很。 没有李浩指挥,他觉得自己肯定不敌天方的。 这群混蛋,为何要我来执掌? 为什么? 朱天道场,一片荒芜。 李浩侧头看向人王,精神力巨线最终会化为实质,对吧? 人王点头,所以,你的魔舞,就是你那天地世界,其实,是可以真实存在的。 人王再次点头,李浩又看向苏宇。 你的精神海,囊括了你的万界世界,所以,你从万界走出,其实是将万界收纳进入了精神海。 苏宇也微微点头。 李浩明悟。 身后,那些帝尊一个个都有些不解。 而李浩,看向众人,忽然道, 诸位,你们觉得,是平凡时期,更开心? 还是后来称王作祖更开心呢? 众人一时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 李浩笑了笑,我想,在这,开辟一个混沌,精神的混沌。 我想,彻底平凡这个混沌。 不再建立万道体系,不再建立修道体系,让时光,回归到平凡。 众人一正,接着都惊呆了。 李浩看向人王和羽黄,二位觉得呢? 人王笑道,我就猜到,你会有这心思,我没意见。 时光岁月,本就是平凡的,最终回归到现实,回归到生活。 生老病死,无需苛求,百年是生活,万年,也只是活着罢了。 早在心舞时期,我就曾想过,天下灭舞。 人王有些感慨,若非,我发现混沌之外。 还有事件,心舞,还有危机。 我想,我可能会持续去做,最终将心舞,化为平凡。 苏语也笑了起来,回归平凡,也许才是时光的真谛,站这么走。 我觉得,他可能最后时刻,彻底明白了这一切。 天方,追求的所谓绝对时空,在我看来,其实,也是大同小异。 大家本质上的追求,其实并无太大差别。 李浩也点了点头,所以,我想将我想复活的人,都复活。 将我音乐事件,再次重造,让大家再次出现。 一切回归于平凡,整个混沌,回归于平凡。 人也好,妖也好,纷争也好,争霸也好,该存在,便存在好了。 也许有人未必认同我。 那也无妨,我也不苛求,大家都认同。 李浩看向苏语几人,笑道,那,想在这,再见混沌,新混沌,一意建立,以神建立,最终,覆盖混沌,让时光彻底回归。 几人对视一眼,点了点头。 这一刻的人亡露出一些笑容,也好,我其实更希望,能安静一些。 能让我,有更多的时间,去陪伴一些人,我的爱人,我的朋友,我的兄弟。 这一刻,人亡挥手,一座城市,浮现在诸天道场。 那是,魔舞之城。 此刻,仿佛有无数虚影浮现,都是一些心舞强者。 只是,仿佛都没了任何意识,人亡也不在乎,看向几人,笑道, 你们是要,当我隔壁邻居,还是说,咱们还是离远点好。 若是此刻离远了,以后串门,也许都没机会了。 此生未必再有机会相见了。 当然,若是当隔壁邻居,那就可以凑凑热闹。 苏语先笑了起来,和你当邻居,人亡,不会没事干。 就去我们那边串门,没事就打几架吧。 人亡吃笑,我有那么无聊。 何况,真到了那时候,打架有何意思? 咱是斯文人,以礼服人。 苏语笑了。 离好此刻,也笑了,做个邻居吧。 太远了,也许真的一辈子,都未必有机会相见了。 先铸造,治愈人员,等击溃了天方。 回溯混沌本源吧。 两人都点了点头。 此刻,其他帝尊,你看我,我看你,有人忍不住道。 三位道尊的意思是,灭道吗? 有些不寒而栗。 怎么会这样? 李浩摇头,不算是灭道,只是将混沌恢复成初始状态。 道可恶,在心中。 江湖依旧在,岁月回归平凡,人亡呲牙一笑。 说得那么含蓄做什么? 其实大体上你说对了,时光就是平凡的,包括天方所追求的绝对时空。 在我看来,最终,他追求的,其实也只是一个平凡。 他仿佛猜到了天方最终的追求,其实,绝对时空,也不过是平凡罢了。 在这,以神助混沌,以意助事件。 趁着混沌彻底祭灭,投射混沌,彻底祭灭万道,本源破碎。 趁着现在,大家想复活谁,其实都有机会,人亡笑呵呵道。 李浩所想,其实也是我所想,也是每一位站在巅峰地位的人,所想。 混沌纷争不断,动荡不断,一切,源于不平凡。 也许,此举无法彻底解决一切纷争。 可在我看来,下一次,也许就是无数岁月之后了。 那时候,你我都已死去,何必在意呢? 说到这,又补充一句,其实,大家没得选择,不选择,只有,死亡。 他看向众人,李浩此刻,也点头,我们不敌天方。 哪怕集合了大家之力,也不敌天方,唯有将整个混沌,彻底化为平凡。 大家都是平凡人,说到这,他笑了。 此刻,笑得忽然有些放肆,有些嚣张。 咱们上万人,他就一个,那时候,一人一拳,可以打的他叫大家爸爸妈妈。 众人一正,人亡黑黑笑着,叫我爷爷。 众人无语,这时候了,你还开玩笑。 有帝尊面色迟疑之色,三位道尊的意思是,只有这样,化混沌平凡,才能将天方击杀。 李浩感慨,未必要杀死他,当然,到时候再看吧。 但是,路只有这一条,我不敌他。 我所掌握的时光,只是一种大道。 但是不够强,此刻,是无法匹敌天方的。 春秋也许还能坚持一会,但是,坚持不了太久。 这一刻,所有人都清楚了李浩的意思。 要不,等死。 要不,只能听他的,将整个混沌,化为平凡。 万道彻底祭灭,不再具备万道。 那时候,所有人都会失去大道之力,包括天方。 那时候,不再看实力,而是,人数。 谁人多,谁厉害。 上万人,一人一口吐沫,天方都得被淹死。 李浩什么也不再说,此刻,面前,凭空浮现出一座小城,正是银城。 一切建筑,宛如真实。 在众人眼中,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模型一般。 可很快,这个模型,开始扩大,蔓延而出。 一些熟悉的城市,熟悉的地方,渐渐开始呈现出来,和不远处的新武,渐渐接嚷。 宇皇也是笑了一声,挥手之间,一枚枚神纹落入大地之上,一座座建筑,凭空而起。 众人见状,又想到李浩所说,此刻不选,其实没得选择。 哪怕有人有些不甘心,此刻,也只能纷纷出手。 那大地之上,忽然,一座座城市,拔地而起,有些连城市都不是。 而是荒原,沙漠,湖泊。 所有人,此刻,都在打造自己的世界,打造自己的理想国度。 也许,未必能成功,可他们知道,也只能相信李浩几人。 他们无从选择。 而此刻,李浩忽然想到了什么,一条大道,浮现在脚下,忽然,亿万苍生,仿佛看到了什么。 李浩笑了,诸位,也许,可以感受一下,苍生之意。 世界,不是一个人的世界,混沌不是一个人的混沌,大家都参与,也许,才有意义。 当然,未必要全听,这也许,是我们修炼至今,唯一该有的特权,众人你看我,我看你,片刻后,一直融入其中,感受着一些苍生之意。 而这刹那,那无数世界,无数生灵,在这寂灭无比的混沌之中,仿佛感受到了什么,让混沌,回归平凡。 这刹那,无数生灵,瞬间雀跃起来。 今日之战,他们惶恐,他们不安,他们绝望。 就因为,一切都不再可控。 整个世界,仿佛都要彻底坍塌,他们绝望无比。 而这一刻,他们不知道,感受到的是真是假,可是,仿佛看到了希望。 一瞬间,无数意识,沿着那江湖之路,沿着那绝望意志,沿着那心门,蔓延而出。 所有帝尊,都在默默感知着。 有人感知着自己的世界,有人感知着其他世界,不断做一些调整。 而李浩,也在感受着一切,他继续刻画自己的音乐。 一旁,仁王也好,宇皇也好,都很认真的,在搭建着属于他们的世界。 这一刻,很虔诚,也很认真。 仁王不再吊锒铛,宇皇不再伪装斯文。 大家,撕下了虚伪的面具,做着自己想做的事。 外界,春秋彻底要疯了。 一声巨响,让他叠血倒飞。 而对面,天方仿佛彻底疯魔了,怒吼。 为什么?春秋,你根本无法发挥出时光之力。 时光绝不可能如此孱弱。 你这废物,你的时光,让我失望。 不是这样的,绝对不是这样的。 这不是时光。 战,我认识,我见过,我聊过。 他口中的时光,很强大,强大到不可思议。 我信。 真的信。 这无数年来,在我眼中,时光就是无与伦比的。 所以,我惧怕战复活。 因为,我怕我不是他对手。 所以,我希望李浩执掌。 这样,哪怕时光无敌,我也能赢。 可现在呢? 春秋执掌的时光,让他失望至极。 而春秋,此刻也怒了。 老东西,你疯够了吗? 你实力强大,说什么便是什么。 时光就是这样的。 欺人太甚了。 欺妖太甚了。 时光很强了,只是我比你弱。 你还要怎样? 难道非要杀了你,才代表时光强大吗? 我要是能杀你,早就杀了你了。 你这老不死的,气死老娘了。 不,不对,天方却是疯狂摇头, 绝对不是如此。 西年,战说,时光强大无比, 哪怕空间在时光面前也绝无反抗余地。 他喃喃自语,回忆起了当初,也不对。 他说,时间也好,空间也好,最终都会存在。 也就是说,时空都会很强。 对,所以,绝对时空才是最强大的, 最永恒的存在,春秋暗骂。 疯子,战一个六阶帝尊, 说什么,你都当真。 人家说你要死,你真去死吗? 这老家伙,疯了就算了。 关键是,真强啊。 还有,李浩这家伙,到底干嘛呢? 也不吭声,也不回话, 大道之力倒是还在。 可是,正在慢慢削弱中, 这么下去,我真扛不住了。 就在他很绝望的时候, 耳边,忽然响起了李浩的声音, 差点忘了你。 春秋,你理想中的春秋之城, 是什么样的? 什么鬼? 春秋差点气炸了肺。 什么玩意? 他们的,在战斗呢? 打混沌老怪呢? 老娘为了你们, 打死打活的,都快被打爆了。 你这时候,到底要干嘛? 愤怒之下,也不理会。 李浩却是如同乏人的苍蝇。 春秋,快说, 你也是功臣, 我这人, 不会忘记一人的。 你说说看, 你想要的春秋一族, 春秋一介, 该是如何? 起码大体上说个要求吧。 李浩, 春秋怒吼声, 响彻天地, 此刻, 比天方还要愤怒, 你真疯了吗? 我在战斗啊, 我在对抗天方啊。 你出点主意, 如何对付他, 这才是关键。 对了, 你说出来, 有利于干掉天方, 我去尼玛德。 我有那么像白痴吗? 春秋心中狂骂。 合着, 我说一下, 就能弄死天方。 你逗孩子, 也不敢这么逗吧。 可李浩一直问, 他实在是契机, 行, 你们放弃了是吧? 那我也不管了。 随便, 只要我春秋一族, 能开治, 能活得长久一些, 能和其他人一样, 其他圣灵一样, 能够有智慧, 都随便, 行了吧? 没问题。 明白了, 要求挺简单, 对了, 你想和我做邻居吗? 滚。 春秋暴怒, 去你的。 邻居个屁, 你死了, 我都不想和你死一起, 太气妖了。 这一刻, 春秋也不管了, 死就死吧。 你们这些家伙, 自己都不在意生死, 老娘凭啥在意? 春秋一族, 本就寿远短暂。 活一个春秋, 就算长寿, 我都活了多久了? 你们呢? 呸, 要后悔, 也是你们, 我才不后悔。 这一刻, 他哼了一声, 天方老鬼, 老娘宰了你, 两百万年的老东西, 去死吧。 这一刻, 他彻底放飞自我了, 管你们呢, 大不了, 拼到陨落, 反正死的不止我一个。 哼, 大盗之力, 疯狂涌现。 此刻, 压根不在乎吃酒战了, 权力爆发, 能占多久算多久。 而诸天到场之中, 李浩笑了起来, 此刻, 一座巨大的城市, 凭空浮现, 朝着万界靠拢, 苏宇回头看来, 李浩笑了, 春秋是个小萝莉, 你万界蓝天也是, 春秋分身无数, 蓝天也是。 我觉得, 和你做邻居会合适一点。 苏宇看着他, 不语, 什么妖魔鬼怪, 你都送我附近, 合适吗? 李浩又笑容轻松道, 等一切化繁成功, 人家应该也不会太变态的, 何况, 春秋脑子不太好用, 对你而言, 也不是什么大麻烦。 为何不靠近音乐? 李浩笑了, 音乐都是正常人, 变态不多, 心舞也好, 万界也好, 修炼分身到的都太多了。 你是说, 你音乐没变态? 人往扭头而来, 冷笑, 你音乐, 你不就是最大的变态吗? 李浩有些不爽, 很快恢复笑容, 前辈也许不知, 我从来都不是那种人, 当日我和诸位所言, 也非虚假, 昔日, 我是巡检司巡检, 也就是你们口中的警察, 巡捕, 曾帮助过许多人, 警棋收了无数, 只可惜, 大战爆发, 导致警棋烧毁, 而今, 只有一面了。 遗憾叹息, 这一刻, 浮现一面警棋, 尚书, 乐于助人, 胸怀大碍。 赠, 巡检司巡检李浩, 这警棋一出, 众人一正, 好像还真是真的, 都已经破损了, 不止如此, 上面还沾染了一些血迹, 这家伙, 还真被人送过警棋, 人亡也好, 苏语也好, 都是一正, 这也行, 从哪篇来的? 李浩见大家看来, 笑道, 生活所迫罢了, 否则, 谁又愿意当一个坏人呢? 魔剑李浩, 也只是江湖传言罢了, 受我恩惠者太多, 说吧, 将这警棋, 置入了那音乐世界。 轻声道, 做个纪念吧, 昔日, 这样的警棋, 能堆成一座山, 而今, 也只有这一面了, 人亡瞥了他一眼, 你就骗鬼吧, 就算这一面, 搞不好都是骗来的。 而苏语, 忽然扑斥一笑, 李浩朝他看去, 苏语倾咳一声, 没事, 没事, 就是, 这血液, 好像是人死了之后, 喷射上去的, 看样子, 当年这警棋附近, 有人被杀了, 不会是送警棋之人, 被时光前辈所杀吧? 嗯? 李浩皱眉, 岂能用如此龌龊之心, 去度量你的前辈? 苏语耸奸, 笑而不语。 我猜的, 大体上, 我猜测向来不会错, 很有可能如此。 人亡也想到了这, 笑了, 不再理会李浩, 此刻, 其他帝尊, 倒是被三人的从容, 给安抚了下来, 安心了许多, 这三人, 这一刻, 居然在这谈笑风上。 大家一下子, 也安心多了。 李浩又道, 对了, 若是化繁成功, 二位以后打算做点什么? 人亡笑道, 还没想好, 当老师, 当校长, 还是干脆弄个小岛, 过养老生活, 又或者, 去演讲。 他黑黑笑, 好吧, 其实我有个想法, 当包租公, 当收账的, 我手中欠条, 都快堆积成山了, 若是化繁成功, 我便去一一收账, 顺带着, 旅游一番, 也许, 别凡滋味。 李浩哑然失笑, 苏语则是笑道, 我应该会去开个文明研究所, 收集所有文明的文化, 知识, 传承, 也许会消失, 文明不会, 只会在时光中, 更加璀璨。 李浩点头, 两人看向他, 李浩想了想, 呵呵一笑, 我想当的武师, 两人一正。 李浩笑道, 武师, 不一定就是如今的武师, 或者, 开个武馆, 强身健体也不错呀, 我的武琴术很厉害的, 武琴术, 本就是强身健体的术法, 不代表一定要杀人, 他有些感慨, 也许, 我还想完成我的学业, 又或者, 继续当巡检, 护卫一方安宁, 不知道, 还没想好, 这样的日子, 也许会很开心, 会很舒服, 江湖也可以留在心中, 江湖梦一场, 也不错, 三人各自讨论着, 诉说着, 江湖路, 太累了, 而这, 也并非, 他们所追求的江湖, 此刻, 带着一条狗, 到处去收账, 忍不住自己都乐了, 而苏宇, 也想着, 收集万族文明, 如今, 应该是收集混沌文明, 一定也很有意思, 谁说, 道, 只能用来杀戮, 三人, 都露出了一些笑意, 发自内心, 洋溢在外, 被三人影响, 这一刻, 那些帝尊, 也低声彼此交流了起来, 声音, 有些嘈杂, 你们以后要干嘛, 真要化烦了, 大家会做什么, 我想去当个演员, 什么是演员, 就是戏子, 懂吗, 我知道这个, 是这意思吧, 狗屁, 什么戏子, 算了, 你说的也对, 就是演绎一些真实发生过的传奇, 将他们拍成电影, 这个混沌, 有太多的东西, 值得去拍了, 传奇, 永不落幕, 听起来不错, 你想做什么, 我想当土匪, 什么, 当个山大王, 明白吗, 我们哪, 山头多, 山大王, 滋润得很, 有时候老子看着都羡慕, 没追求, 本王想成为万寿之王, 回头四处弄点妖族, 什么龙凤, 都给我当孙子, 你胆子可不小, 怕什么, 都化烦了, 龙凤也只是寻常, 搞不好也就山鸡那么大, 众人忽然都笑了, 你一言我一语, 建造他们自己的家园, 也许, 还有一些不甘心, 一些不情愿, 可当三位至强者, 此刻都在讨论着, 未来化烦之后, 如何如何, 和哪怕不甘心, 也只能放下心中那些不甘, 也许, 化烦, 是更好的出路, 大家彼此议论着, 仿佛忘记了外界的纷争和烦恼, 这一刻, 混沌苍生, 仿佛也在聆听这一切, 一些人脸上, 忽然浮现出一些笑意, 仿佛, 看到了未来的光明, 这一刻, 哪怕天地还在动荡, 山崩地裂, 世界祭面, 可他们, 脸上都浮现出一些笑意, 原来, 这些至强者, 也只是凡人, 凡夫俗子, 可为何, 此刻听着, 又有些羡慕, 有些期待, 有些渴望呢, 这一刻, 苍生皆知, 也许, 唯有外界还在战斗的两人不知, 整个混沌, 仿佛都听到了他们的议论, 混沌化烦, 这刹那, 无数意志之力, 疯狂涌入这些精神构造的世界, 仿佛, 大家都在期待, 李浩露出了笑意, 连接所有人的绝望之力, 也让这些人, 都能参与进来, 哪怕无法更改命运, 起码, 有权利知道, 他们的命运, 如何走向, 结果, 这一刻, 混沌苍生, 不说全部, 起码九成以上的人, 都是支持的, 他们支持众人做出的决定, 化烦, 让时光, 让混沌, 让一切, 归为平凡, 无数的意志之力, 融入了那些强者构造的虚幻世界, 此刻, 那些生灵, 都很期待, 也许他们没办法, 决定具体的细节, 可他们起码知道, 未来何去何从, 我们, 知道, 我们, 也即将见证这一切, 见证混沌万道的落幕, 见证时光的化繁, 我们知道, 曾经有那么一群人, 屹立在混沌之殿, 最终, 纷纷走向平凡, 也许, 若干年后, 新生代, 根本不会相信, 那又如何呢? 一切神奇, 一切传说, 都可能会随着时间流逝, 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, 可他们这一代人, 这一代生灵, 都曾见证过, 见证过, 神话, 传说, 以及, 决定了自己的未来和命运, 哪怕我们不是主导者, 起码, 我们不在一无所知, 这一刻, 那诸天道场之中, 无数意志之力, 疯狂涌入, 外面, 天方忽然一震, 仿佛感受到了什么, 他将春秋踩在脚下, 四处看去, 整个混沌, 原本已经寂灭, 没有了生命之源, 可这一刻, 仿佛有一股特殊的波动, 席卷而来, 他感受着, 体会着, 眼中浮现出一些茫然, 这是什么, 他居然没感受出来, 期待, 希望, 渴望, 这到底是什么, 一号, 你又在做什么, 你不敢面对我吗, 天方咆哮一声, 你做了什么, 为何, 整个混沌, 又好像活了过来, 他看向远处, 那破碎的混沌本源, 露出了疑惑之色, 那混沌本源, 原本破碎不堪, 大盗之力, 生命之力, 几乎流失一空, 可此刻, 好像, 也有些微弱的波动, 要活过来的感觉, 为何会如此, 他觉得有些不安, 有些疑惑, 一脚将春秋踩得剧痛无比, 春秋也是力吼一声, 身上浮现无数寂灭之力, 沿着对方的脚一路蔓延, 春秋瞬间逃窜, 也是气急, 你完了, 李浩他们, 正在想办法宰了你, 天方, 你这老疯子, 死定了, 天方脸色有些难看, 他看向春秋, 把李浩召唤出来, 你的分身呢, 他们, 到底在哪, 那些人, 好像就这么消失了, 但是春秋应该可以召唤出来的, 毕竟, 都在他分身之中, 做梦, 春秋冷笑, 瞬间顿逃, 你等死吧, 他也就放放狠话了, 此刻, 他压根不敌天方, 绝对失控, 也压根无法出现, 天方显然气急败坏了, 再打下去, 自己真要被活活打爆了, 而四周, 还是不断有无数特殊之力, 蔓延而来, 天方默默感知着, 眼神变换不定, 李浩, 一定是他们弄的鬼, 四周, 无数生灵, 仿佛都看到了什么, 听到了什么, 唯独自己, 却是没感受到, 为什么, 为什么会这样, 他们到底要做什么, 他瞬间追上了春秋, 也许, 只有彻底打爆了春秋, 他们才会出现, 李浩, 我不相信, 你就一直这么躲着, 诸天道场之中, 此刻, 一个庞大无比的世界, 新混沌, 浮现了出来, 光明璀璨, 此刻, 仿佛活了过来, 文明浮现, 无数城市助力, 各种风格, 有些不太一致, 各种各样的风格, 有妖族的城市, 有荒野之风, 有沙漠之风, 有古风, 有现代风格, 什么样的建筑, 都有, 有些连接在了一起, 有些分散在各地, 有些世界靠着世界, 有些城市连着城市, 一片接连一片, 这一刻, 那虚幻混沌之中, 无数意志力涌入, 将这混沌, 开始稳固起来, 李浩露出了灿烂笑容, 他不知道, 到底能不能成功, 他不知道, 自己对到的感悟, 对时光的感悟, 到底正确不正确, 也许只有战, 才能给他答案, 可战已经死了, 从平凡中死去, 也许, 只有试试, 才能知道, 此刻, 其他帝尊, 都很忐忑不安, 外界, 好像剧烈动荡, 有帝尊不安道, 真的可以覆盖原本的混沌, 将一切, 化繁吗? 原本, 也许有些不愿, 可感受到天方的强悍, 感受到春秋的动荡, 他们, 都忐忑了起来, 若是不成功, 大家可能都要死, 好死不如赖活着, 化繁, 也比死了强吧? 我不知道, 李浩摇头, 没人知道, 到底可不可以, 但是我觉得, 混沌苍生, 都在认可, 都在赞同, 倒, 也是生灵修出来的, 意志的力量, 在我看来, 一定会比实际存在的大道之力更强, 所谓空间, 空间, 也是我们生存的地方, 是所有人的, 不是某一人的, 当一切化为平凡, 空间, 不再是一人独属, 这个空间, 生存的地方, 是我们所有人的, 李浩笑了, 只要大家一起坚信, 我相信, 可以成功的, 听着他的话, 众人不再说什么, 李浩吐了口气, 走吧, 该出去了, 天方, 他眼中的绝对时空, 难道就比此刻的混沌更强吗? 说吧, 李浩率先走出, 其他人, 陆续跟着走出, 李浩, 天方还在咆哮着, 忽然, 眼神一动, 这一刻, 忽然, 一道道虚影浮现, 刹那间, 李浩浮现在眼前, 春秋帝尊, 此刻浑身都是鲜血, 一身的伤势, 看到众人浮现, 满眼的忧怨和郁闷, 总算是出来了, 你们这群混蛋, 再不出来, 我就要被天方活活打死了, 李浩深吸一口气, 开口, 天方, 你知道, 我在做什么吗? 天方止步并未瞬间出手格杀李浩, 而是看着李浩, 李浩笑道, 此刻, 混沌中, 也许, 只有你不知晓, 你知道为何吗? 天方冷着脸看着他, 因为, 你不曾绝望, 天方心中一动, 沉声道, 你是说, 你通过心门, 也就是, 你的绝望之路, 做了什么? 是, 原来如此, 天方骤眉, 这一切, 毫无意义, 你以为, 这群繁俗, 能帮你什么? 你在汲取意志的力量是吗? 有用吗? 时空才是最强的力量, 唯有时光, 才能战胜我, 我知道, 李浩此刻云淡风轻, 背负双手, 那你又如何知晓, 时光, 和意志无关, 和苍生无关呢? 天方微微凝眉, 李浩笑道, 你觉得, 你空间无敌, 我却是觉得, 你空间, 并非真正的无敌, 天方, 你一直想要撞击出绝对时空, 我便满足你, 动用真正的时光之力, 愿意尝试一下吗? 真正的时光, 天方愣住了, 看着他, 什么意思? 之前的时光之力, 那只是外在, 李浩摇头, 那不是时光, 起码, 不是我眼中的时光, 我不觉得, 那是时光之力, 那也许算是一种回溯之力, 一种记忆浮现之力, 一种幻境之力, 在我眼中, 那不算时光, 那不是时光? 天方脑海中, 轰鸣声炸裂, 不可能, 怎么可能? 天方看着李浩, 此刻愈加疯狂, 你说, 那不是时光, 你修炼出了真正的时光之力, 对, 我要看看, 他不甘心, 不服气, 那是湛留下来的时光, 如何不是? 李浩, 你比战还要有天赋吗? 我不信, 你只是在恫吓我, 无需恫吓, 李浩这一刻, 却是摇头, 到了这地步, 还需要吓唬你吗? 毫无必要, 今日, 你我之间, 必定会奋出胜负, 到了这时候, 一切恫吓, 都是笑话罢了, 天方有些不敢置信, 看着他, 许久, 低沉道, 我想看看, 什么才是真正的时光, 他想看看, 他不信, 自己一直坚信的时光之力, 会是假的, 那不可能, 那种力量, 强大无比, 在他看来, 也就春秋不会使用, 否则, 不会那么弱的, 如何不是? 这一刻, 诸天道场浮现, 天方瞬间皱眉, 他认识这玩意, 你再说笑话, 这是时光, 李浩看着他, 忽然一伸手, 远处, 那破碎的混沌本源, 忽然浮现, 落入诸天道场, 而天方也没有阻拦, 这混沌本源, 已经没用了, 没了大道之力, 没了生命之力, 只是废物罢了, 李浩拿走, 他也不在意, 他只是想看看, 时光, 到底为何? 那破碎的混沌本源, 这一刻, 忽然汲取无数意志之力, 融入了诸天道场, 诸天道场中, 那无数世界汇聚而成的混沌, 此刻, 仿佛看到了光, 那混沌本源, 渐渐旋转, 原本裂开的本源, 忽然, 化为了两个, 一阴一阳, 一亮一暗, 宛如日月, 又好像阴阳之光, 光明与黑暗, 开始交错, 整个虚幻混沌, 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, 那无数意志力融入其中, 无数人, 都认可了这个世界, 这个混沌, 而这一刻, 李浩手持诸天道场, 仿佛感知到了什么, 这一刻, 他好像明白, 混沌本源, 到底如何形成的了, 这东西, 好像并非人为而成, 又或者说, 这是, 所有人, 所有生灵所期待的, 上一个纪元所诞生的, 他们, 期待大道的出现, 所以, 有了尔金的混沌, 他不知道是不是, 但是他感受到了, 整个诸天道场, 仿佛在这一刻, 被真正赋予了一些生命, 天方, 其实也感受到了一些, 此刻, 眼神不断变化, 他没有动, 没有阻拦, 他只是想见见, 李浩口中的时光, 这一刻, 他甚至有些期盼, 看着那诸天道场, 舔了舔嘴唇, 笑了, 好像, 有点意思了, 李浩, 好像复活了混沌本源, 又好像改变了一点什么, 真的还有其他时光之力吗? 来吧, 他身边, 无数空间之力, 剧烈动荡, 开始汇聚, 一股强悍无边的气息, 再次溢散而出, 震荡天地四方, 可这一刻, 四方天地, 仿佛活跃了起来, 无数事件, 无数生灵, 都在抬头看, 每个人脸上, 都洋溢着一些期待, 一些渴望, 化繁, 可以成功, 时光, 终将战胜空间, 李浩吐了口气, 手中, 浮现出一把剑, 黑色长剑, 一股欲望之力, 涌入诸天道场, 无需刻意去压制什么, 有欲望, 才有动力, 整个诸天道场, 在这一刻, 仿佛化为一股特殊之力, 涌入长剑之中, 常见郁佳颤动起来, 天方, 今日, 李浩不敌你, 我一人, 非你之敌, 可此刻, 非我一人, 少废话, 天方怒吓, 我不在乎这些, 李浩, 你知道, 我并不在乎这些, 你知道, 我想要什么, 我想要一个答案, 一个结果, 这一刻, 他面前浮现出一柄无形之剑, 无数空间之力涌入其中, 他有些兴奋, 有些激动, 有些疯狂, 他真的感受到了威胁, 比之前春秋带来的威胁更大, 大很多很多, 也许, 站的时光, 真的不对, 或者, 李浩的时光更强, 而这, 也是我所期盼的, 不是吗? 来吧, 天方一声立笑, 手臂上扬, 这一刻, 几乎汇聚了所有的力量, 气血都在燃烧, 在疯狂, 怒发冲关, 李浩长发, 随风飘舞, 整个混沌, 寂静无声, 所有人, 都在等待着结果, 李浩笑了笑, 出手, 挥剑, 斩下, 刹那间, 仿佛一个混沌降临天地之间, 无数世界, 如同幻影一般, 瞬间朝着四面八方, 无数的世界飘荡而去, 和它们的意志力, 融为一体, 这一刻, 整个混沌, 忽然剧烈动荡起来, 无数世界, 迅速开始汇聚, 颤动, 动荡, 无数大道之力, 在这一刻, 忽然泯灭, 消失, 天空之中, 仿佛出现了一轮太阳, 一轮明月, 一切大道之力都在迅速消散, 被吞噬, 被泯灭, 被耗空, 所有人体内的大道之力都在疯狂消散, 和那些世界开始融合, 建造一个刚刚打造而成的虚幻世界, 对面的天方, 手中无形之剑, 撞击而上, 忽然开始崩断, 好像瞬间消磨掉了一切大道之力, 天方愣住了, 看着李浩, 有些呆滞, 不可能, 这不可能, 怎么可能会这样呢? 我混沌无敌, 为何, 我的大道之力, 我的空间之力, 正在疯狂流逝, 李浩, 你耍诈, 他怒吼一声, 我一次次让你, 一次次等你, 只为了见一次真正的时光, 见一次绝对失控, 你为何要骗我, 常见, 从天而落, 仿佛劈开了整个混沌, 仿佛劈碎了所有的黑暗, 天方劈头散发, 眼中满是绝望, 为何会如此? 空间之力, 强大无匹, 怎会不敌, 这股特殊之力, 这不是时光, 时光不是这样的, 还有什么, 可以超越时光的力量吗? 绝望, 当绝望爆发, 他愣了一下, 心中仿佛浮现出一道门户, 仿佛浮现出了一些东西, 仿佛, 在这一刻, 聆听到了什么? 化繁, 这一刹那, 他知道, 这股特殊之力, 到底是什么了? 化繁, 时光, 回归频繁, 他呆呆地看着李浩, 呆呆地看着所有人, 他有些失神, 有些恍惚, 不可能, 不会的, 李浩, 你们骗我, 他脑海中, 浮现出百万年前的那一幕, 那一日, 他在天方, 见到了一人, 那一日, 他们论到诸天, 他们提出了绝对时空的理念, 那一日, 战说, 绝对时空, 是有可能存在的, 但是后来又说, 当绝对时空出现的那一日, 一切, 也许都将结束, 那一日的战, 到底是何意思? 他口中的时光, 到底是否是他的时光? 他一直觉得, 战是逃避, 是不愿意去面对自己, 面对混沌崩碎, 可今日, 好像有些明白了, 战, 回归了平凡, 他不是自杀, 他只是, 正常的死去罢了, 天方呆呆地看着李浩, 此刻, 整个混沌剧烈颤动, 无数大道之力, 不断崩灭, 而李浩, 却是趁着这一刻, 探守一招, 一股特殊本源之力, 浮现在天地之间, 他忽然不管天方, 直接追逐而去, 他朝着混沌, 追逐而去, 这一刻的李浩, 仿佛欣喜若狂, 他朝着远处, 那一个世界, 那一个小小的世界, 不大的世界, 不大的小城, 疯狂追逐而去, 身后, 黑豹迅速追逐而去, 袁硕裂切着, 笑着, 也疯狂跟着追去, 此刻, 人王也咧嘴大笑, 朝着那远处, 那遥远的星舞之地, 腾空而去, 脚下有些猎浅, 却是欢快无比, 他看到了, 看到了无数星舞人, 正在那星舞之地, 开始复活, 苏狱也笑着, 朝万界所在飞去, 身上大道之力, 正在被泯灭, 正在被消散, 走了, 此刻, 有帝尊哈哈大笑, 再不走, 大道之力全部泯灭, 我们就要掉下去摔死了, 哈哈, 画凡成功了, 哈哈, 我的世界, 我来了, 一群帝尊, 疯狂朝着四面八方飞去, 这一刻, 唯独两人, 一动不动, 天方呆呆地看着, 春秋却是茫然无比, 怎么了, 就对了一件, 混沌好像出现了巨变, 李昊, 怎么了, 他大声咆哮, 我的力量在疯狂流逝, 李昊, 天方还活着, 李昊, 你去哪, 干嘛啊, 你们去哪啊, 战斗还没结束, 天方还活着, 而我的力量, 却是被一股无形之力, 疯狂吞噬, 正在泯灭, 李昊, 你这混蛋, 前方, 天方一个猎解, 俯瞰下方, 那无数世界, 正在疯狂重组, 他呆呆地看着, 披头散发, 身上的空间之力, 正在疯狂流逝, 他看着这一切, 喃喃道, 绝对时空, 到底是什么, 是这样的吗, 谁能告诉我, 是不是绝对时空, 这个天地, 变了, 这个混沌, 正在剧烈的变化, 大道, 正在泯灭, 所有的一切, 都变了, 亿亿万生灵, 仿佛都在欢呼, 咆哮, 雀跃, 他们, 活下来了, 对面, 春秋顾不得了, 此刻, 他感受到了体内的无数能量, 正在疯狂溃散, 迅速朝着李浩他们跑去的方向追去, 他仿佛看到了, 一个世界, 属于我的世界, 春秋之剑, 他仿佛听到了无数禅鸣之声, 他迅速朝着那边跑去, 骂骂咧咧, 我不知道咋了, 为何你们都疯了, 整个混沌都疯了吗, 无尽虚空中, 天方呆呆看着下方, 看着那些世界, 看着无数的生灵在雀跃, 仿佛, 真的开心, 为何如此, 无敌的力量, 无尽的寿缘, 难道不是你们所追求的吗, 这一刻, 他倒下了, 任由力量消散, 任由那下坠之力, 将他拖入地下, 他看着天空, 看着那日月一般的混沌之缘, 仿佛, 看到了战, 百万年前一次相遇, 便是今日之结局吗, 战, 你死了, 我还活着, 可我, 好像也快死了, 今日, 是我两百万年寿缘, 也许, 我是混沌中活得最长的人了, 这一刻, 李浩疯狂朝着一座城市飞去, 力量, 正在溃散, 他不在乎, 他欢喜无比, 他去也无比, 我感受到了, 我感受到了, 那熟悉的气息, 爸, 妈, 小远, 还有大家, 他疯狂地叫着, 吼着, 仿佛回到了当年, 这一刻, 银城, 一条马路上, 一对中年男女, 有些茫然, 听着附近, 那疯狂到了极致的呐喊声, 雀跃声, 茫然无比, 怎么了, 都疯了吗, 还有, 我们出车祸了, 怎么没事, 夫妻俩对视一眼, 都很茫然, 而不远处, 一位少年, 胆战心惊, 也有些茫然, 我不是死了吗, 阿浩呢, 他怎么样了, 他抬头, 只听到无数欢呼声, 炸裂人心, 银月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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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刻, 不是天心力吗, 哪来的银月王, 没有抹出谁的记忆, 所有人, 都听到了, 看到了, 感受到了, 包括银月人, 他们知道, 他们的王, 胜了, 此刻, 他们身边, 仿佛也多了一些人, 有人茫然, 有人畏惧, 有人惶恐, 有人在疯狂欢呼, 有人茫然无措, 有人仰天大吼, 有人, 看到了一尊尊昔日强悍无比的存在, 正在从天空落下, 甚至是坠落, 狼狈无比, 那银城之地, 几人看天, 那中年男女, 呆滞无比地看着天上, 喃喃道, 老婆, 天上, 有人掉下来了, 瞎说, 女人被吵得头疼, 却也忍不住抬头看去, 这一看, 愣住了, 一道道身影, 仿佛从天空掉落了下来, 隐约间, 他好像还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, 怎么那么像我儿子, 爸妈, 小月, 吼声, 传荡开来, 这一刻, 那喊声, 仿佛停下了, 无数音乐人, 都在看向一个方向, 那天空中, 一位位强者在坠落, 昔日, 横扫无敌的实力, 今日, 仿佛全部消失, 一条狗, 盘旋在天空, 转得晕头转下, 一位老人, 从天而落, 砰的一声, 砸落在地, 揉着老腰, 痛呼一声, 他们的, 好痛, 不至于这样吧, 也太狠了, 除了肉身强大点, 好像真没了, 我这徒弟, 也太狠了吧, 轰隆一声巨响, 李浩坠落在地, 咧嘴, 呲牙, 看向远处那中年男女, 又使劲朝着更远处一位少年挥手, 高声呐喊, 小月, 我在这, 喊完, 抬头, 看向那惊呆了的中年男女, 呲牙傻笑, 如此灿烂, 爸妈, 我在这, 中年男女, 呆呆地看着, 看着儿子, 从天上掉了下来, 不敢置信, 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呢, 还没摔死, 汪汪汪, 一条黑狗, 扒拉着李浩的腿, 生怕李浩将他丢弃一般, 死不撒手, 不远处, 一身黑衣的女子, 黑衣化为红色, 朝着那中年男女看去, 又朝李浩看去, 再李浩还在狂喜瞬间, 忽然开口, 爸妈, 我是李浩未婚妻, 李浩呆滞, 朝着不远处看去, 那女子, 转身便走, 我先回家, 等我来找你, 你跑不了的, 李浩呆滞无比, 林红玉, 都已经是无道时代了, 我什么都不是了, 李浩咆哮, 你比我大十岁, 我根本没想过和你结婚, 这是新时代了, 新时代, 无人理会, 林红玉一身红衣, 偏然离去, 我会来找你, 哪怕, 时代已经更替, 中年男女, 愈加呆滞, 什么情况, 没看懂, 只是, 好像, 我儿子, 居然, 和人订婚了, 我们怎么不知道, 不远处, 那京剧的少年, 迅速赶来, 瞬间拉住李浩, 焦急无比, 阿浩, 有人要杀你, 此刻, 甚至顾不得那翻天覆地的变化了, 李浩呲牙笑了, 重重拍着他的肩膀, 笑了, 我知道, 他们死了, 都死了, 被我杀了, 砰的一声, 中年男子, 一巴掌拍在李浩头上, 低贺, 胡言乱语, 杀人犯法的, 别瞎说, 那久违的感觉, 让李浩欣喜无比, 这狗, 挺肥的, 怎么一直拉着你, 咱家可不许养狗, 阿浩, 不能养狗, 野狗很脏的, 咦, 还挺干净, 这一刻, 夫妻俩, 甚至遗忘了四周的巨变, 只是看着李浩露出笑容, 他们觉得, 自己好像被撞死了, 可是, 他们好像又活, 真奇怪, 不远处, 一位位从天掉落的武师们, 看着这一幕, 都笑了, 侯潇晨拉着玉罗沙, 转身便走, 男拳怂怂间, 哈哈一笑, 一抬而起, 哈哈笑道, 银月武林, 永远都有我们的传说, 袁硕看着身边的女子, 也笑了起来, 嘶嘶闻闻, 捋了捋胡子, 慢了一辈子, 好在, 最终没有错过你, 碧光剑看着她, 有些羞涩, 环顾四周, 剑无人看到, 掐了她一下, 面露娇羞, 袁硕哈哈一笑, 牵着她转身离去, 李浩回头去学院, 完成学业, 李浩回头, 呲牙一笑, 夫妻俩更猛了, 那又是谁, 不认识啊, 江湖还在吗, 这一刻, 有人感慨一声, 侯爷, 有缘再会了, 说吧, 哈哈一笑, 一跃而起, 飞身而去, 钱无量的笑声, 传荡而来, 最后喊你一声侯爷了, 今日, 我是钱无量, 前途无量, 一位位武师, 朝着李浩挥手, 道别, 此去, 也许还会再见, 也许不会了, 李浩挥舞着手臂, 露出由衷的笑容, 一一道别, 大道之力, 还在疯狂流逝, 这个时代, 大道之力, 会彻底消散一空, 也许, 我们便是最后一代武师了, 等我们死后, 这个时代, 便不再有武道了, 可是, 好像也不错的样子, 新时代, 新世界, 营业, 这一刻, 呐喊声, 再次传荡而来, 遥远处, 这一刻, 更大的呼喊声响彻四方, 人亡无双, 此起彼伏声, 居然传荡而来, 下一刻, 更远处, 也响起金氏之声, 羽黄无双, 片刻后, 银月一静, 瞬间, 爆发出更强烈的呼喊之声, 魔剑无双, 天地, 欢呼声, 此起彼伏, 都疯了吗? 那中年男女, 捂着耳朵, 觉得不可思议, 是不是都疯了? 没一个正常人了, 全世界, 都疯了吧? 遥远之地, 一片荒漠之上, 一位头发披散的老人, 感受着时光的流逝, 依旧睁着眼睛, 看着天空, 听着那此起彼伏的欢呼声, 忽然露出了一些笑容, 喃喃声, 随风而逝, 时光, 归于平凡, 我的绝对时空, 是在这吗? 生命, 渐渐走向终点, 李昊, 你不杀我, 我也活不了了, 可我, 好像也没那么遗憾, 我以为, 我会很遗憾的, 好像, 没有, 风卷沉沙, 无数黄沙, 渐渐覆盖了老人, 老人, 渐渐闭上了眼睛, 这天, 好亮, 这欢呼声, 仿佛在为我送行, 我活了两百万年, 今日, 我走了, 天方闭上了眼睛, 脸上, 渐渐露出一抹微笑, 活得够长了, 黄沙席卷, 遮掩了一切, PS, 新门就到这了, 也许不尽人意, 也许结局并非大家想象的那样, 老鹰尽力了, 这样的结局, 也许也是老鹰几年来的心态转变吧, 一切归于平凡, 时光就在身边, 珍惜身边人, 江湖留在心中吧, 朋友们, 江湖再见, 全书完, 完本敢言, 去年7月19发书, 到今天, 刚好十个月, 都是不舍, 期待, 新门完本, 说实话, 只有怅然若失, 只有遗憾, 只能说一声, 力不从心, 身心俱疲, 腰疼持续了一年多, 从未停歇, 疼几天没事, 持续不断地疼, 好空了老鹰的经历, 前半年, 还能坚持, 还能忍受, 等过完年之后, 彻底扛不住了, 持续不断地失眠, 精力好空, 彻底维持不住局面了, 不得不不断砍副本, 砍剧情, 有人说, 老鹰为何不少更新一点, 为何不缓一缓, 请假或者断更, 等恢复了再继续, 在老鹰看来, 既然开了头, 思维思续, 便是一个故事的开始, 中间断掉, 在续上, 其实整个人便不会再, 沉浸在这个故事中, 那再捡起来去写, 就已经无法带入当时感受,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, 当然, 遗憾肯定还是有的, 不过整体框架老鹰, 还是尽力维持了完整, 至于结局, 化繁归来, 但是这个结局,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的, 少了一些年轻时候的热血, 多了几分平凡, 年少的时候, 总想出去看看, 走一走, 闯一闯, 等稍大一些, 心态自然会出现一些变化, 每一位主角, 都是作者带入的, 不同时期的主角, 自然也会有些不同的感受感悟, 当然, 热血江湖, 是每个人, 或者每个男人, 到老都不会忘记的, 就如最后说的, 江湖还在, 有人便有江湖, 李浩回归, 化繁而回, 亲人回归, 不代表凡人就没有了辉煌, 贫乏而不平庸, 本一走到混沌之巅, 再化繁, 也不会是平庸之人, 可以活得精彩一些, 他们是最后一代武师, 最后一代修士, 也许也是最后一代江湖豪客, 音乐英雄榜, 也许会变成混沌英雄榜, 江湖还在, 武林还在, 只是少了混沌的冷清, 多了一些繁俗的热闹, 邻居是人王, 是羽黄, 是春秋, 是无数见证了这一代传奇的混沌豪侠, 我想, 接下来的混沌, 没了飞天遁地的道, 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江湖豪情, 没有只守灭天地, 无数繁俗之人, 不会如尘埃死去, 也许, 会绽放出更灿烂的光彩, 当然, 这些都是后话了, 所以无需担心, 繁俗中的李浩, 便只能养老等死, 人生短暂, 才能迸发更璀璨的光辉, 人老了, 有些人便糊涂了, 多少君王年少时期, 英明神武, 老了, 便糊涂了, 所以, 活得老, 活得长, 未必就是好事, 这些故事, 后续的故事, 银月的故事, 三十六雄的故事, 人王的故事, 羽黄的故事, 后续我可能会写翻外, 只是可能, 我这人, 一旦完本, 往往说写, 最后又懒得去写, 不打包票, 不过若是闲来无事, 也会回想一下, 回味一下, 江湖的精彩, 梦想还是要有的, 江湖梦, 谁还没有呢, 另外, 新门, 完本之后, 老鹰要先休养, 养好了身体, 才能继续写下去了, 一直带着病痛, 写出来的东西, 是很难让人满意的, 所以, 这一次应该会休息一段时间了, 我不知道具体多久, 也许半年, 也许一年, 也许两年, 再归来, 也未必还是今日的老鹰了, 那时候, 将写作彻底化为爱好, 化为兴趣, 化为梦想, 可能会更好一些, 写还是继续写的, 封闭也是不存在的, 只是忽悠一下其他作者, 让他们放下警惕之心, 然后王者归来, 一见一个, 全部斩鱼见下, 这个就不要外泄了, 免得他们看到了, 找我要回他们发给我的封闭红包, 靠着封闭之说, 我忽悠了不少红包, 大家可别外传, 至于下本书, 写什么, 我不知道, 还没考虑好, 也没精力去思考, 抵运好空, 休息的时间, 给自己充充电吧, 网闻这个行业, 推陈出新很快, 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之中, 迟早会落幕的, 所以, 休息的时间, 养好身体的同时, 老鹰也要给自己充电了, 要不然, 就被时代淘汰了, 每个时代, 都有每个时代的英雄, 每个时代的主角, 所以, 想成为下个时代的主角, 还得闭关前修, 四处交流, 到处悟道, 要不然, 这个时代, 就要抛弃你了, 从裁员开始, 到今年, 六年多了, 写下了三千万字, 也算是老鹰这几年来, 最大的收获了, 当然, 还有家庭, 还有孩子, 还有收获了无数读者的喜欢和支持, 再次感谢大家, 此外, 再感谢一下各位书友的鼎力支持, 一路相随, 下个故事再见, 江湖路远, 大家珍重, 希望诸位, 在各自的领域, 绽放精彩, 贫乏而不平庸, 巅峰再见。